女人身上这三件宝贝可以征服男人 一 女人的撒娇 撒娇好像是女人的专利 当两人吵架了 只要女人轻声细语的撒撒娇 男人的心头就会变得无比柔软 就会忘掉分歧和女人从归于好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会撒娇的女人最好命 女人千万不能做一个女强人 这样不但自己得不到男人的温暖 也会压住男人的野性 聪明的女人懂得撒娇 去俘获男人的心 聪明的女人懂得撒娇 去激发男人的激情 劳了一天 晚上两人可以依偎在一起 女人撒娇地躺在男人怀里 说说甜言蜜语 夸夸男人的英俊潇洒 你的夸奖定能让男人精神爆发 豆子昂扬 女人的温柔懂事 历代都把女人比作水 水有着宽阔的胸怀 有着安静润无戏无声的田径 男人有着硬朗的阳刚之气 而女人有着柔软的柔情适水 就像河滩中的卵石 无论多么坚硬 在涓涓细流的冲刷中 都要被磨平棱角 而女人的温柔懂事 就是那涓涓细流 能够把男人的急躁 激进打磨平滑 女人用自己的懂事 善点人意 为男人撑起了温馨的家 一杯清茶 一句问候 瞬间能驱赶男人的琵琶 女人用自己的爱 自己的温柔 温暖的男人 占领了男人的心 三 女人的性感 女人就是漂亮的游物 女人的抚昧 妖娆 女人的一笑一贫 都能共走男人的魂魄 她们风之琐雅 她们恶魔多姿 她们用自己的感悟 诠释着女人的美好 她们用自己的美貌 装扮着这个世界 正是她们的存在 让男人有了奋斗的动力 有了增幅的欲望